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还会很开心的感谢男人 同样这样的女人也是很容易被男人追到手的 男人只要是在他身上多投资一些钱 那么男人就可以轻轻松松的报到没人贵 但是这种女人往往只是为了男人的钱财而来 并不会对男人付出真心 这一点男人应该知道 第二 中国有空吗 要不要和我一起出去玩 这句话既没有明确的目的地 也没有明确要玩的项目 正常的女人对于男人的这种邀约 都是会选择拒绝的 因为女人从小就被灌输 不要和陌生男人出去的这种思想 所以大多数的女人安全意识都是很高的 而且这类女人也不是容易被男人追到手的 但若是女人在听到这句话之后 毫不犹豫的就答应了 那只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女人对男人有的意思 二是女人的性格很好放 但不论是哪一种 对于男人而言都是很好追到手的 第三 要不要和我一起去看电影 相信大家都知道 看电影是一件相当私密的事情 通常只有情侣之间 或者是关系非常好的朋友们之间 才会去做的 女人也是深知这一道理 所以女人通常不会随便的就答应男人的这个邀约 若是女人答应了男人的这个邀约 那就说明女人对男人是有好感的 对于男人来说也是比较容易追到手的 一个男人之所以会一直都是单身的状态 不是因为这个男人自身的条件有多差 而是因为这个男人没有掌握追求女人的技巧 所以在本期的节目当中 文哲就与大家分享的这个爱情小技巧 单身的男性朋友们可得记住了 好了本期的节目已经接近尾声了 欢迎大家的留言与评论